好,现在直播正式开始,要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曼谷的高端别墅社区,来邀请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持人。 大家好,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推荐泰国好房的,您看,我们一直专注于给大家推荐,在泰国,在曼谷非常具有性价,而且关键是一段一定要非常好的,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。 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户把每一分钱都花在高人上,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的话,是曼谷的一个在市中心里的别墅。 好的,美卡,那现在我们这个区域,大家都知道的,在泰国的别墅,如果是你买别墅的话,很少会配邮工工具一给到您了,除非是几千万的豪宅这样子才会推荐。 甚至上亿,对不对? 是的,才会配给您油脂啊,健身房,所以像我们这个项目的优点呢,是什么? 是我们有很大的公共区域。 哇,有多大呢? 我们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些社区,它的绿化面积做的是非常多,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话就是也有配到泳池。 但是,因为一般像曼谷的这样连排别墅,它是很少有配那么大的公共区域设施给到我们夜中的。 哦,我们现在先带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室内的共享空间,就是co-working。 空间的话呢也是一样是做的比较宽敞的,而且是采用全景,落地窗,玻璃,无论是采光,无论是景观,都非常的棒。 大家感谢一下我们的健身房。 哇! 我们健身房的话设备也是非常的齐全的。 是的,关键的话就是不过我自己也是经常去到健身房也去健身。 这一样板间,还有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,这是220平米的,然后是三层楼,三层楼,220平米。 真的。 今天来的这里就是我们的客厅。 它是非常宽敞的,有独共的,可以让你收纳啊,摆放啊,装饰的空间。 后来哟。 这个的话是我们一楼公用的洗手间。 衣板的别墅,像我买的别墅的话就不会这样子哦。 下面的话它就只会有一个码头,码头可以有一个洗手的那个棚,对吧? 嗯。 这个呢? 你进来看一下,这里可以洗澡。 有一个水龙头,这里可以洗澡,它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 为什么? 因为这里是他们家里的一个房间。 如果啊今天是我买了这个房子,然后是我老公做菜,是我男朋友做菜的话, 我就会坐在这个位置,看他在里面做菜,爽不爽?超爽。 我们讲到这间房间,它的话是专程给老人设计的。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话,离我们的餐厅,还有离我们的阳台都特别的近。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很贴心,那老人住不起来的话就会很方便。 这个房间,它是做设计成了一个书房。 书房或者是工作室,它都是可以做的。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。 也是一样,我们这边每个房间的台房都是非常的棒。 你看看一下,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设计感。 这的话就是我们的主卧了。 还是主卧呢? 它肯定就是整个房间,整个别墅最好的一个房间了。 而且面积最方的,对啊,台湾也是最好的。 台湾也是最好的。 这样你专属的衣包,你今天这边的别墅感觉给你的话就是一个家庭。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。 很好,其实根本放不满。 因为为什么? 因为泰国只有夏天。 大家套一个小小的价格吧, 然后这样子啊, 加一层二百二十平米的房子, 我们的价格是七百万泰铢。 多少? 你不要乱讲哦。 我感觉面卡记错了, 同学讲一次,七百万泰铢左右。 是吗? 快来泰国的疫情过了以后, 大家快来泰国找我们。 是的,欢迎来做我们的邻居哦。 那你先线上,先把它下定了, 然后再过来,也是很欢迎的哦。 是的, 还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,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。 给我们留言, 我们在下面都会看, 然后或者是说给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,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。 好的,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, 那拜拜。 那就拜拜。 拜拜, 谢谢大家。 好的哟。 。